181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 都承认和接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院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而为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最坚定决心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以最有力举措 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只有依法坚决制止分裂 两岸和平统一才有现实基础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一致反对 任何试图阻挡中国统一大业的行径 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碎 一定质疑布 对 坚定的医院 是 这种局限制止分裂 时 非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